耶和华弥勒佛曰 这就是问题根源 遭乱者源头在这里 这也是中东战争的主因 瑞美东方圣人说 弥勒佛等定后 瞬间铲除所有第一先救欧元 突袭是八关 因为拯救世界末日不能拖 开悟后的东方圣人说 整个地球最大的错误就是 竟然会让没有开悟的人担任总统总理了李国家 太扯了 整个就是很扯 世上最扯 这就是世界的问题 美开悟的领导者 他适用的绝对就是极权管控 并非治理 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掩盖问题 2024 0724 台风让高雄烟大水事件时说 淹水彼死还难过 天灾 东方圣人说 风控禁令害惨没收入彼死还难受 人祸 淹水彼死还难过是有钱人在喊的 风控彼死还难受是没钱人在喊的 天真古佛曰 水淹深处种九州 维修圣道躲三灾 2024年台湾高雄烟大水 大陆则是每年多区都烟水 只有使用神明方式的人不受影响 2024年10月29日西班牙出现超世纪的大洪灾 天经启示录 天经启示录 第六十章 撰写者 耶和华弥勒佛 弥赛亚 中文字幕牙出现超世纪的大洪灾 中文字幕牙出现超世纪的大洪灾 应许的真正意思是 耶和华简选由太人以色列 应许他们来拯救世界 结果以色列救欧元搞成 应许迫害他国他族 应许拯救 搞成应许迫害 律法就是神的胜策 不是救欧元所制定的法 救欧元制定的都是在对付人民的恶法 挽救大家 等于挽救自己 东方圣人承佛前语路 承佛后的东方圣人说 乱下禁令搞封控的救欧元 不是在挽救大家 而是在毁坏大家 救欧元乱下禁令 造成物价飙涨 店家倒闭 造成少子化低薪资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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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家牟尼佛曰 诸法实信一位解脱 是如来诀 一位解脱 是吉民为普光名葬 东方圣人说 一味解脱是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就是如来的觉悟 如来的觉悟就是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就是普光明藏 普光明藏无边无际 光明辩照的智慧宝藏就是解脱一味 释迦牟尼佛继续约 一项法事如来觉 云合一项 所谓诸法不来不去 非阴非缘 不生不灭 无取无舍 不增不减 东方圣人说 万法本性只有一种相貌 没有第二种 叫做一项法 这个法就是神明的般若智慧 开悟的人都能觉知 有开悟的人都能修成如来 东方圣人说 一项法就是中庸 所以释迦牟尼佛称作不增也不减 无取也无舍 所以 必须破除执着 东方圣人说 诸法空性是如来 东方圣人说 旧欧原不懂这个道理 所以他使用的皆是恶法 天经启示录 第六十章 撰写者 耶和华弥勒佛 尼撒亚 Messiah MessiahMethrea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许拯救 高层应许迫害 中罪的人还可认官 这就是恶法 全部都在中罪认官 大家都恼悟了 太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方圣人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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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启点赞 感谢观看